来看到串联新北市树林区和新庄区的重要道路 树林区三多二号道路第三期的新辟工程 在市长朱立伦的主持下正式通车了 另外在配合上已经通车的三多第一第二期工程 未来树林通往新庄的车辆不需要再绕行大半个树林区 这样一来不将可以疏解树林新庄两区的往返车流 也可以来带动地方繁荣 加快树林三多地区的发展脚步 串联新北市树林区以及新庄区的重要道路 树林区三多二号道路第三期新辟工程 在市长朱立伦主持下正式通车 市长朱立伦主持通车典礼时表示 交通建设是地方发展的基础 希望随着交通建设越来越多居民 企业和建设聚集到树林 让当地进步发展 这些工程感觉 修身我修身大家都很欢迎 电视希望说我们树林工业区的整个发展 能够越来越新旺 第三个我们跟新增的交通会越来越离变 另外六五快速到后 会通车对我们村里也有所谓的 我希望自己共同打命 我们交通可以带动电源的发展 带动我们中国村里的地区 可以说越来越多人来这 越来越多公司 越来越多建设可以来这 我们比方说电源大家无论 都可以发展一顶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大队大进步 三多二号道路工程计划 道路宽度20公尺 长度约770公尺 总经费超过4亿元 苏林三多地区的场区林立 早期居民以及上班族 必须从树林绕行中正路 以及省到台一线 才能到达新庄地区 不仅耗时又花钱 三多二号道路通车后 可以全线贯穿中正路到三郡街 大幅缩短 树林通往新庄地区的车程 大约15分钟 不仅可以疏解树林新庄两地往来车流 也可以带动地方繁荣 加速树林三多地区地方发展 中间新闻树林采访报道